Good morning, Jesus! 早安,歡迎來到今晚,大家也早安 讓各位各位來看今言第十九中第三十 人的故事說慶拜他的路,他的心也賣完,也好花 有一個人,他屬性點表房間到了房間的時候 法國已經隆重客戶 前面的服務小姐就跟他說 我實在是沒辦法再拿出一間房間給你 他就對這個小姐說,我是一間屬性的點好 你們應該會保留到房間和我 但是沒有房間就是沒有房間 這個小姐跟他說,我實在是沒辦法 後來,他就找經理出來 當經理他查明之後 他知道是他們自己的疏忽的時候 他就說,這位先生,請你到我的餐廳 先我交代你去那個地方吃飯 現在是我為了你找這個附近中間 跟吉祖的飯店 然後,你吃飯後 我會來扶植來出交通費 讓你交給你那個飯店裡面 你想你後一邊,他還要訂這間飯店嗎? 我相信你會 現在,一個團隊的中間 都一定有小姐跟老姓 小姐都會說我做不夠 老姓會說我怎麼可以做到 小姐姓會說我沒有資料啦,不要玩 這不是我的問題,這是電腦的疏忽 但是老姓會想辦法來解決問題 小姐姐會在機會裡面去找問題 但是老姓是在問題裡面去看機會 小姐姐,小姐姐,他愛他自己有的東西 但是老姓是稍微拿到他要愛的東西 所以,究竟是老姓還是小姐姐 今天這段經文跟我們說 人的故事說親愛他的道 有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的心態 我們的循環,我們的訴訟 影響到我們所做的決定 但是我們每一邊 沒有跟我們藝術的順 我們都想想賣萬聖帝 我們賣萬聖帝 我們賣萬聖帝 救助的人幫助我們 讓我們最近在聽出要記憶的中間 可以知道 其實,相聖帝是聽賣萬聖帝 所以,我們就更積極的 可以來到主的面前 我們願意萬聖帝 救助他 要讓我們有一個經緣靈 在他裡面憔悴的地匪 來解決到生活中間 我們所遇到的 你願意嗎? 後來去哪裡 提醒你幫你修我們的步驟前 讓我們有這段時間 通過這段位 各一邊來看到我們的人生 主要求你讓我們有一個經緣靈 如果我們知道怎麼走到 你自己運回中間 照對你的訪問 換出應神應人的生活來 我們祝福到我們的乘者 向亞洲祈祷生命祈禱 阿們 今天乘者 我上帝的新聞書給你 教你的一句